小五复活后的魂力等级 小五 哥 你醒了 哥 你知道妈妈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吗 连你都不知道 我就更不清楚了 但能量既然足够 妈又有突破十万年修为的经验 应该不会太久 哥 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这落日大森林中的魂兽也不少 说不定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呢 你的蓝银黄就剩下四个环环 光吐吐的真难看 对了小五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 你现在的魂力是多少极了 虽然这几年你的身体与灵魂分离 但毕竟服用过两大线皮药槽 尤其是那株相似断肠虹 虽然你修炼的时间没有我多 可凭借着这株仙草 你身体的强韧程度 肯定不在我之下 我现在处于瓶颈期 七十级的瓶颈 我从十万年魂兽修炼成人 前六个魂环是不需要猎杀魂兽的 但到了七十级 我就真的成人了 而且 在那两种先品药草的作用下 我成为人型还要早一些呢 现在也需要猎杀魂兽来获取魂环了 我感觉我的魂力应该不止七十级 但具体有多少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那我们就去洛人森林里转转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吸收十万年魂环或许有些危险 而且 我们也不太可能找得到十万年魂兽 但吸收五六万年魂兽的魂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等你拥有五魂真身后 自保的能力也就更强了 可惜我们手里没有神资魂环 我通过了顶级一考 但可能是因为灵魂与本体分开 所以奖励一直是叠加的 等你完成了海神九考之后才能获得 而你现在要完成第八考 还缺少几个魂环和一块魂骨 妈妈现在处于进化状态 我们就在这里找找 有合适的魂兽 也好帮你加上魂环 早日完成第八考